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王一博用努力浇灌出来的花 总是让人带来无限的惊喜 努力而坚定 王一博是个会用眼神表演的年轻演员 他充满热血澎湃的内在 果然非常适合正剧角色 他的眼神坚毅 明魂有火 理想照耀中国即将来袭 承接各种红色记忆 带领大众开启一段红色历史回顾 这部正剧充满了强烈的正能量 家国情怀 每位前辈的英雄世纪历历在目 为我们铺卷开来 提前放出的宣传片中 短短两秒钟的镜头中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饰演的蒋千云先生 一个静力动作 坚定的眼神 却让人记忆犹新 不得不说 长相跟气质真是一门玄学 本以为王一博这个长相太过贵气 很容易受到角色的限制 也许蓝望迹的形象太过于深入人心 亦是让人无法想象他去饰演别的形象 结果出人意料的是 王一博如同一道彩虹把自己当成了条色谈 渲染出不同的角色所拥有的色彩 现在看来 王一博果然是努力 在向一个好演员的道路上迈进 无论是亚正清冷的蓝望鸡 还是古灵精怪的谢允 他都在打破角色的自我设定 重塑各种形象 如今 王一博在这种非常严肃的证据中 更是突破了以往的角色设定 适应不同的人物 透过剧照 呈现了他的多面性跟可塑性 被这个坚定的眼神给吸引了 证据的严肃跟人物满身的正能量 都被王一博很好地诠释了出来 他真的足够强大 可以让自己变成不同的人物 颠覆我们对他的认知 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 你想照耀中国之抉择 即将在五月份跟我们见面 这也是我们首次 在电视上看到军人形象的王一博 显来万分地期待了 毕竟如今的他在主流正剧的道路上 越走越稳重 更让我们期待的可能 就是他的另外一部电视剧《冰与火》了 这部剧也即将紧随其后 响应红色主题旋律 跟大众见面了 一个军人形象 一个警察形象 都是充满正能量的角色 同样想说 蒋仙芸先生的抉择跟沉与景观 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感觉 却截然不同 一个是匡复正义的坚定 一个是恪守信仰的执着 一人牵面 都被他很好地诠释了出来 他在努力中 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不一样的原物 这个调色盘的颜色 他在用心描绘 《四元若彩虹》 遇见芳有之 刚开始相识 从未曾想 一个长相如此有个性的爱豆 会选择一条成为好演员的道路 时间一久之后 才发现 他的灵魂有火 特立独行 有血有肉 更有想法 被他的态度而折服 为他的那份孤勇而赞许 如今看来 更忠于他那份用专注力 跟努力浇灌出来的画 开的别样的娇艳动人 万花从中国 故方自有人来赏 现在的这朵花 是被祖国浇灌的满满的正能量 纯粹而炙热 盛开的油尾引人注目 王一波连夜冒雨拍抉择 以全程被雨淋湿 土壮石洞的表情痛苦 在前几天的时候 理想照耀中国 王一波就已经官宣了各大演员阵容 赵丽颖 王一波 邓论安 GWB等都在其中 很多粉丝特别期待他们的每一个角色 当然也很期待王一波饰演的军人角色 王一波为了拍摄抉择 所有的时间都是 在自己的工作时间里挤出来的 因为他每一天都要赶通告 而且当时也有电视剧正在拍摄 根本没有时间出出来去拍摄这一场景 但是王一波又不想放过这一个好的机会 他希望带给所有粉丝重能量 所以就算再难他也坚持拍摄 之前晒出过很多的花絮照 全部都是在深夜的时候 因为王一波白天要工作 只有在收工之后深夜有时间 当时有好几个大业 全都是连轴转的 看到如此辛苦的他 很多粉丝除了欣慰 更多的是骄傲 因为我们没有看错人 虽然他只有24岁 但是他的坚韧 他的努力 其实很多人都比不上的 这应该就是王一波的魅力所在吧 只要你慢慢去了解 他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 只要去了解你就会毫无保留的去喜欢他 而就在刚刚网上也曝光了一组 他当时在拍摄抉择时候的花絮 那个时候已经是深夜 而且天气没有像现在一样变暖 大家都还穿着厚厚的衣服 但是天空已经下起了雨 各位工作人员都穿起了雨衣 虽然天空不错美 但是工作还要继续 拍摄也没有结束 王一波为了拍好剧情全程被雨淋着 在补装的时候表情都已经动得有一些痛苦 不过他依然没有放弃 王一波是一位报喜不报忧的男孩子 他只会说自己的成功之处 从来不会说自己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 也不会像网友们说他有多么辛苦 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位卖惨的男孩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到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喜爱 这一次看到他连夜冒雨拍摄这个角色 希望所呈现出的效果 能够让各位网友们喜欢 舞台上他是光鲜亮丽的王一波 但是在拍戏的时候他可以吃各种苦 可以受各种累 尤其这一次看到他被雨淋着的画面 粉丝们都忍不住心疼 这应该就是他最发光发热的地方吧 希望他所有的努力都可以得到认可 希望他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应有的收获 王一波工作形成单外线 暴露个人形成都是小事 小癖好着实藏不住 但凡有关于王一波的事情发不出来 总是能第一时间轰动全网 无论是代言还是穿的服装 备受大家关注 只是现在王一波走的路线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往不受外界关注的行为 现如今都变得无比金贵 就连工作形成单都会被私生犯通过各种途径搞到手 光是想想都害怕 明星的工作形成单工作室 隔一段时间都会发出来 但王一波的工作室并不会做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出于保护艺人隐私的角度 更多的是想让王一波可以好好的休息 毕竟工作形成单没公布 就已经私生犯便逼跟踪了 如果公布出来 后果将不敢想象 就像是肖战那样 严重影响了生活 只是没想到王一波 在跟粉丝交流过程中自己手写了一份工作形成单 后期被泄露 形成单外泄 暴露个人行程都是小事 王一波的小癖好着实藏不住了 在王一波不太火的时候 工作形成安排不是非常满 但也能松松的写满一页纸 看到行程就知道他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 王一波的工作大多数都是在下午 上午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休息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行程表是从下午一点开始的 从一点开始化妆 一点半到四点拍摄杂志 这些是下午的工作行程 只是单单的拍杂志而已 五点出发去机场 吃饭用了一个小时 吃到六点半 足以证明他真的是粉丝口中的小猪仔 吃完饭后 七点登机 十点回到住宿的地方 十点半去录音 十点四时就结束回酒店 十分钟的录音时间 足以证明王一波的优秀程度 但在回到酒店之后 其他时间都是由王一波自由安排的 从行程安排上来看 王一波一天工作量不是很大 可是他对吃有一种过敏的执着 录音耗时十分钟 而吃饭则需要一个小时 这样的时间差 足以证明王一波是一个妥妥的吃货 而大家喊他猪仔仔也是准确无误的 一天时间算下来 王一波过得还是很充实的 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一天工作行程安排得非常满 时不时的还要换城市工作 相当疲惫 但在忙碌的工作中 王一波找到了自己的心中所想 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王一波的优秀是无法用言欲诉说的 他凭借着对梦想的坚持一路走到现在 把舞蹈跳上了国际的舞台 也成为粉丝心目中的榜样 而这样的王一波 也成为现在所推崇的正能俩五项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